上期提到一個重點就是用牙扇的時候 記得記得不是只清潔兩隻牙中間的鱗面 一定要進入牙肉 但是在有些情況下 如果例如嘉雅橋或者有這些枯牙的時候 牙扇不能夠直接走進去 那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有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呢 這一條就叫超級牙扇 你看到它中間是粗一點的 好像那些扇披了口 而兩頭就比較硬 可以當作穿真地穿進去 另外這兩個有孔的東西 好像科豆或者牛仔圈索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用牙扇的 剛才說這條超級牙扇一邊是比較硬 讓你可以穿過假牙橋底 你就可以很簡單地清潔到這些位置 另外一款就是這些叫穿線器 你只要把這條硬的穿進去牙縫裡 然後再把牙線穿在尾部 把它拉過去 好像一些穿針的幫助器一樣 你也可以複雜的情況下 也可以用牙線的 但至於其他的工具 例如是水牙線或者牙縫刷 究竟它跟牙線相比哪樣好些呢 或者這兩個工具又怎樣用 才是最能幫到你呢 我們又再等下集說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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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